战术应用的非常的好 再加上蜂子这边 战术人这边 他这个气框位置 还有这个三坑的位置 造的实在是有一些问题 导致了自己的三坑守不住气框 气框是两次被打掉 第一次虽然是胜了300的气 但是Blackman这边是补了一个防空 这个防空其实帮助了他很大的 又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吧 到后期这个换家或者怎么样 都是能够取得一些远缓的东西 而战术人这边是大胆的风框 结果是被对方一个双线打掉 这个很可惜 双方的这场比赛确实很关键 那么希望战术人这边是不要太过于放松 因为就算对方这个飞龙拼自杀 是拼不过力 但是对方会用战术来化解这一点 我希望最后一盘 战术人这边应该是要稳一下 打得稳一下 好 双方的第三场 决胜局的地图是Loginus 这张地图是有可能拼狗的地图 所以这样就一定要小心 没错 因为这个地图 我们看路口非常的大 而且是平坦 没有高地的优势 所以对方如果是抱狗的话 他说这边一定要小心 这也不像在之前有PGL的比赛 就是说了好像跟孙还是跟谁打 说了飞龙就赢了 没有那种情况 虽然是Blackman这边不会编弯落的 但是他这个飞龙的操作还是不错的 就是飞龙拼飞龙的时候 他有个阵型 我们通过第一时间来看 那个Blackman他手速很快 他是在拼飞龙的时候 他是经常是用一点点的飞龙 来点对方的飞龙 其他是步态操作 可以观察一下 好的 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做好准备 马上进行双方决胜局的教授 好准备 好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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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